第一名是韓國瑜 第二名是賴清德 以這個民調來看 那所謂的太陽 夕陽 相公等等 落後柯批 也落後賴清德 這個非常的明顯 我就不點名 我請觀眾朋友去想說 2012年總統大選 這個蔡主席 小蘇馬總統80萬票 我們的這個公民大概1700萬 投票率出來投票大概1300萬 蔡主席輸80萬票 小蘇 但在2016年大選 他大勝了300萬票 主持人我有一個假設 大家看這個80萬跟300萬 假設假設2012蔡英文輸的300萬票 2016的中大選 民進黨還會提名蔡英文嗎 我是一個問號 那我覺得恐怕是不會 有很明顯嗎 應該沒有啦 非常明顯 涉嫌司法官說 邱泰山請辭的國安會 然後涉嫌司法官說 堅持要選2020總統 這個我也打一個問號 這個應該也沒有很明顯 這大家去看 那我的研判 我對選舉的研判 就是說如果韓國瑜不選2020 即便即使他全力的加持國民黨的提名人 2020總統大選國民黨還是相公 會輸 國民黨會輸 那當選可能是可批 也可能是賴清德 因為這個影響是全面的 那如果韓國瑜不選的話 其實影響非常大 那我的結論是這樣 如果他要選的話 我認為他會贏 以剛剛這個12比4的民調來看 這個真的驅喘 如果韓國瑜選 我認為韓國瑜贏 然後國民黨立委會大勝 大勝 因為這會有外溢的效應 包括國民黨不分區國民黨去立委 國民黨會大勝 那如果韓國瑜不選呢 剛剛當選的我研判就是科獲賴 然後國民黨立委就謝謝收看 我給大家看 這是3月13號的這個我們的中國時報 謝謝 這是中國時報 這是吳敦義主席當時接受媒體賺傳 吳敦義主席講的 他說有一張王牌一定會贏 那為什麼不打呢 那吳主席 所以我說我對吳主席改觀 吳主席這個觀念是正確的 我有一個牌 我有一個好選擇 我推出來他一定贏 那為什麼不推他出來呢 我希望國民黨那些太陽跟相公們 想想吳主席這句話 目前吳主席還是照這個方向再走